JBS 陳天快訊又帶您持續關注政治的焦點 這金華真案最後柯文哲是無保警迴 這代表在經歷70小時的司法大戰之後 是暫時挺過了第一關 只是下一步該怎麼走 現在大家都很關注 根據聯合新聞網的報導 其實民眾黨他現在的下一步 有設定兩大的主軸 第一就是柯文哲將不碰黨務 會專心的要來應付相關的司法偵查 另外也會把戰場拉回到國會 除了鎖定推動民生法案 其實也會緊盯法務部司法院的預算 主要就是要來凸顯司法不公的情形 所以其實現在民眾黨的下一步 大家都很關注之外 其實現在也傳出藍白合作的聲浪 也逐漸的變大了 而且像是以柯文哲來說 其實這一次 他吳寶請回藍白合作 大家都喊說是不是要再起 主要第一個要來合力拉下 新任大法官的提名的名單 這個也被視為是新會期 藍白合作的第一役 而目前就要等待 這個行使同意權的人事案 包含了考試委員 還有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的委員 其實在藍白都有意要凸顯出 這個司法不公的情形 所以以這個大法官的這個人事案 是最首當其衝的 而其實在過去的國民黨 立法院的黨團就有痛批過了 說這根本就是史上最爛的 大法官的提名名單 也呼籲這個總統要來重提人選 如果最後還是堅持這份名單 國民黨的黨團將會嚴格來審查 好 結束還是要帶您看回 這個金華城案 其實這個金華城案在前都委 他就有發簽字來發表意見 主要就是因為柯文哲 說他今年三四月才第一次知道 這個容積率是達到840% 但是前都委他就說了 實在是不應該以不知道 就一語帶過 根據聯合新聞網的報導 其實曾經在都委會 多次表達反對意見的前都委 也就是中原大學的建築系的 舊秀曾光宗 他其實就在臉書上面提出了一些省思 其中第一個就說要提醒 政治人物是必須要來明辨是非的 而主管機關也要有專業的立場 還有判斷 而他也強調說這次金華城案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公民教育的機會 主要就是可以重新的來審視 包含了像是一些政治人物 還有主管機關以及民間團體 另外也可以再來看看這個容積獎勵措施 是否還是有一些相關的缺失 好 接續要帶您看到的是這個財經的焦點 這個合併案會不會破局 其實大家都非常關注 即使要在10月9號交召開 股東臨時會通過所謂的這個合併案 但是中信金他們當然也宣布 要有溢價30%要來修購新光晶 只是現在更傳出吳東亮 其實是有滲透新光晶的董事會的 根據中信網引述週刊報道 其實這一次的新興病 會不會胎死腹中大家都很關注 但是現在就傳出了 北檢是接獲了檢舉 說這個新光晶的董事會 被台新興的動作 也就是吳東亮所滲透 所以才會來接受這一次的合併 而目前北檢其實也已經接獲到 相關的錄音檔 正在持續的偵辦當中 而且現在也傳出 吳東亮在這個錄音檔裡面 室友被錄到是親口承認 新光晶的包含魏寶生等四席的董事 是他個人以大股東的身份的指派 所以如果是屬實的話 不只是會假意的合併 其實也涉及背信等罪 而且也已經違反晶晶分離的原則 其實實際狀況如何 還是要等待後續的調查釐清 最後也要帶您看到 這個現代令 其實是引發了不少民怨 所以包含了行政院長總統 都接連出來喊話 而中央總裁楊金龍 其實也緊急召開了國營開會 總共就找了22家的國營 而且也為央行9月的 里監事會的會議 是埋下了伏筆 根據聯合新聞網的報導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要讓更多的資金 可以來挹注所謂的首購的房貸 所以目前僅止於六都 還有新竹縣市等七大都會區域的 這個二房陳述 以六成為限的一個管制的措施 有機會在這個央行 這次里監事會的會議之後 有可能會擴大到 全台議題都適用的狀況 而這一回跟這些國營開會之外 其實也做出了兩大決定 第一個除了是要請這個銀行 向民眾要來清楚的說明 銀行的貸款的程序 另外也要成立所謂的 陳情專線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 最機制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還給主播一輪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影片下載TV